电视剧《后浪中》剧号饰演的刘长青又来搞事情了 差点让任天真搭上一条命 孙头头被侄媳妇误解 任心正也是打算卖房度过这次危机 本来任天真是带着大火 见识一下百年人生 有意思的是孙头头的表现 当时正准备挖餐 但突然刮起一股腰疯只能作罢 孙头头不甘心啊 毕竟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几百万在自己眼前 那磕餐已经不是一磕餐了 而是一块耀眼的金子 而当众人下山后 剧号饰演的刘长青就赶来了 说了自己的困境 但个人感觉 这就是刘长青搞的一出戏 刘长青的意思是自己被骗了 有了一笔资金 窟窿他没办法 只能把产印园区的地拿去抵押 才可解燃眉之急 但通过之前对刘长青的了解 实在是想不到 谁可以骗了刘长青这个鬼精鬼精的人 他会在没拿到货之前 就把全部货款给对方打过去 不见兔子不撒婴才是刘长青的为人了 他最多是损失一笔定金 而绝不是全部货款 因此看到刘长青在那里哭诉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人不稳妥 像是在演戏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这才是真实的刘长青 他这次来 只是想到了一个计划 通过这次假的危机 逼着任心争答应自己 推广的园区项目而已 他自己的危机说得越严重 就越逼着任心争表态 反正他的意思是 自己挺不住了 要抵押那块园区的地 但事情也有转机 就是你任心争答应我之前提的项目 这样大家都有钱赚 园区的地不用拿去抵押了 你任心争的失诚班 才有继续办的可能 不然的话不好意思 你任心争还是带着这群小年轻 到别的地方去吧 后浪中吴刚饰演的任心争 自然不可能的答应 他心里清楚 要是他答应刘长青的那个项目 自己就会变成他们懒财的一块招牌 和自己推广中医的理念背道而驰 所以后面任心争是坚持买房办事承担 也不会同意刘长青的提议 说实话现实中 像任心争和他师父师娘这样的人 很难得呀 虽然他们家境不错 但能够为了一件不被主流所接受的事情 付出常人做不到的代价 还是难能可贵的 有些事情终究是被后世铭记的人才会去做的 而刘长青是追求利益的 有意思的是 他本来是想演一场戏 逼着任心争就范 但找到任心争后 他偶然听到了人参的事情 心思就又活泛了 要是能拿到那颗人参 自己也是稳赚不赔呀 因此他又开始打人参的主意了 刘长青眼见说服任心争不成 就开始找年轻的任天真舒适了 他这个人心里惊明得很 忽悠不了任心正 还忽悠不了任天真呢 当时孙头头也在场 赵露丝饰演的孙头头还是很清醒的 知道这个刘长青美安好心 不想答应去挖餐的事情 可是这一次任天真想当救世主了 他是真年轻了 他以为自己把餐挖来 给刘长青就可以解尸成般的燃眉之急 那科餐可是价值几百万了 就那么轻易拿来做交换了 他都没向刘长青要什么合同 全听口头承诺呀 刘长青可不是什么讲信用的人 翻脸的是经常干 任天真就这么被忽悠了 非要去挖餐 孙头头只能跟着 在途中 任天真累就孙头头而毒舌咬伤 差点一命呜呼 是孙头头及时找到了解药 缓解了毒性 两人才得以下山 回到驻地 宋灵蓝当然忍不了了 当时任天真昏迷 无法说出真相 作为平时大家眼中的刺头 大家自然以为是孙头头惹事 非要去挖餐 任天真跟着去了 因此遭遇危险 宋灵蓝表态有我无她 孙头头苦苦哀求也没用 人心正准备把孙头头赶走了 当然 后面任天真醒来后 会说明一切 孙头头也不会走的 而这也是孙头头的一次成长 要说之前她被赶走 没有那么大心理落差 只是这一次被赶走 她是极其不情愿不甘心的 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新目标 也就是跟着任心征学医术治病救人 这个时候让她走 她自然难以接受 祅满痴 因为这次再次是不过 既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